今天我来教你用白勺搭配煮水 每天一杯调阴阳 养气血 还补你的肝脾肾 手巅用白勺配当归 这白勺养血滋阴 当归补血活血 对那些心肝血虚 平时脸上没气色 嘴上指甲盖颜色很淡的人 或者是容易头晕 蹲一会儿再站起来 那眼前就发黑 满眼惺惺点的人 有或者容易心慌 手脚胳膊老发麻的人 有比较好的调理效果 白勺配桂枝 白勺滋阴阳血 鼠阴 而桂枝助阳化气 鼠阳 两个搭配调阴阳和阴味 那些平时比较虚 容易被风寒清晰 然后开始感冒 出现些怕冷 头痛 鼻子不透气 嗓子干 嗓子疼 甚至是发烧等一系列症状的人 就可以用这两味药煮水调和阴味 温通止痛 白勺配干草 白勺揉干 干草健脾 这中医认为干属木 脾胃属土 所以干不好之后 一般会带着脾胃也出现毛病 所以中医常说 如果一个人脾胃不好 老是肚子胀 肚子疼 稍微吃点东西都不消化 那想调理的从干脾入手 而这白勺跟干草就是干脾同条 缓急止痛的 白勺配熟地谎 白勺滋干阴 熟地谎补肾阴 所以这两位要一起煮水喝 很适合那些肝肾阴虚的人 这种人平时老是觉得眼睛干 看不清东西 稍微看会儿手机 眼睛就很累 而且动不动就耳鸣腰酸腿软 胳膊腿发麻 然后内部骨的地方还隐隐作痛 到了下午身上就躁得晃 手脚还发热 所以你要是干肾阴虚 就可以用白勺和熟地谎煮水喝 但是需要注意啊 这白勺这个药 要是阳虚体内虚寒的人就别单用了 因为这是补阴的 你用了阳虚会更严重 然后脾胃虚寒 老拉肚子 肚子里发冷疼痛的人也不要用 那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了 如果你们想用白勺煮水调理身体 那我建议你们先弄清楚自己的情况 那我们下期再见